日本是经济停滞30年 所以它头一个因素就没有了 它没有所得升高带来的这个购房动机 第二是日本是最早开始老龄化少子化的国家 所以它早就已经出现 就是它的人口开始减少而不是增加 所以它对于这个房屋的需求 是每一年再减少而不是增加 所以当然房价高不起来 那第三个就是投机因素 这个投机因素呢 这个因素呢也是你房价如果一直在往上走 再看好投机者就会越来越多 但日本呢越大 那这就是全世界的资金 从美国联合快速开始就以倍数在扩增 我们一直在举一个例子 就是水涨全高的例子 你这个水一直往上升 那水上的船呢也会越来越高 今天这个房价股价就是水上的船 所以如果有一天呢 这个水开始退了 它即使退的速度还比较和缓 房价一样跟股价一样都会跟着掉下来 所以如果现在呢联组会呢 它的这个缩减购债进一步升息 再进一步缩表 而其他国家也都跟进 像英国已经跟进要升息了 其他国家也都跟进 全世界都开始要把过去滥放的资金慢慢收回来的话 在别的国家都没有升息的时候 英国升息 它的后果就是 它不只是影响到它国内的这个 我们说投资啊投机啊 它会让英镑会升值 因为资金会流进来 而在英镑升值上又打击它的出口 所以它这样单独升息的这个后果呢 其实多半是不太好的 所以台湾才走这个打着安全牌 我们就美国升息 我们才跟在后面慢慢走 我们是为了要自保 我不是要抢资金进来 我是要不让资金流出去 所以台湾在这个 它从2004年开始就规定就是 它如果银行要收美元这个外汇当存款的话 它需要保留一部分的准备金 刚开始是4% 然后十几年都没动 然后今年呢就开始动 而且动越动越大 从5%升到7% 现在要升到9% 它不断调高的意思就是说 它希望这个市场里面呢 这个美元这个这项外汇 它的流动会变慢 会减少 让美元显得比较紧缺 所以目的是为了要 你看那个日本有一个 应该是几乎是全世界最独特的现象 就是它的房价是30年来 没有涨还跌 就是它的那个跌幅非常非常的深 尤其是在1991年之后 日本是负利率的时代 它还没有办法房价拉起来 其实这对我们而言 就是有点难以想象 就是台湾是负利率 所以很多资金都涌进去炒房 可是在日本的话 为什么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大幅な金融緩和を粘り強く続けていく これは我が国の経済物価にとって必要なことであると思いますし 其实房价要高 一个原因就是经济成长得很好 所得不断升高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有钱去买房子 第二就是你的人越生越多 人越生越多 所以每个家庭都会发现 他的房子不够用了 他也开始要增加购物 第三还有第三个因素 就是投机因素 就是你认为买房子 这个永远不会跌价 会越涨越高 钱越赚越多 这三个原因 这三个原因同时存在的话 这房价一定越涨越高 但这三个原因同时都消失的话 这房价就止跌不会涨 那日本是经济停滞30年 所以他投一个因素就没有了 他没有所得升高 带来的这个购房动机 第二是日本是最早开始老龄化 少子化的国家 所以他已经早就已经出现 就是他的人口开始减少 而不是增加了 所以他对于这个房屋的需求 是每年再减少 而不是增加 所以当然房价高不起来 那第三个就是投机因素 这个投机因素 这个因素也是你房价如果一直在往上走 再看好 投机者就会越来越多 但是日本呢 因为他房价早就已经 那个泡沫早就破了 房价早就再跌了 没有看到他涨起来过 所以没有人想要去投机 这个房地产 所以这三个因素都没有 所以他的房价起来 真的是很困难 那台湾呢 台湾 经济还在成长 这是第一个有利的因素 那第二个呢 就是台湾的手指化石 最近这几年才变得比较严重 第三个因素呢 就是投机炒作这个部分的获利 在台湾其实是没有消失过 一直蛮高的 蛮高的原因是因为 一方面就是政府始终 对于这个投机炒作呢 没有严格加以禁止 那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台湾的土地投机炒作呢 政府用各种方式在保护他们 他们几乎不要交什么税 如果你真的厉害 然后你可以炒作赚到 这一两倍的这个收入 一点钱都不用交 我们这个政府就是这么 这么有人性的政府 它对于土地炒作 全界最慷慨的国家 你看那个房价税呀 土地税呀 低到这个难以想象的地步 所以这个政府一直在鼓励 炒作土地 投机土地 投机房地产 所以当然 你现在就会看到的 我们的房价就一直升高 那有没有可能说 在几年之后 我们会步上日本的后城呢 因为我们的经济成长率 如果在几年之后 因为美中关系的一些 就是剧烈的变化 然后如果让我们的经济成长 有受到一些打击或影响 然后再来就是高龄化 我们一直往那个方向走 而且走的速度蛮快的 我们现在就是愿意 生小孩的人急速地减少 而且怎么样幼婴 都不愿意生小孩 那第三个就是这个投机炒作 如果在未来升息之后 它可能也被抑制 所以我们有可能房产 会像日本那样子的一个翻版吗 台湾的经济成长呢 有很多不乐观的因素 其中我们当前立刻就要面对的 就是RCEP开始运作了 那第二个就是 CPTPP可能快要成立了 而RCEP运作之后呢 它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因为它把中国 日本 韩国这三个 过去从来没有自由贸易的国家 把它拉在一起了 2022年1月1日 我国与东盟 澳大利亚 新西兰之间的立即零关税比例 将超过65% 与韩国相互之间 立即零关税的比例 将达到39%和50% 与日本是新建立自贸关系 相互立即零关税的比例 将分别达到25%和57% 最终86%的日本 出口至中国的产品 将实现零关税 同时中国出口至日本 88%的产品 将享受零关税待遇 日本のメーカーが東南アジアに工場を作って 中国に輸出する それも関税率がかからないということ かかりにく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から 東アジア域内における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が これから拡充していくと そういう効果は非常に大きいと思いますね 台湾将来这些产业要怎么样发展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難题 那如果台湾跟中国大陆再继续交恶 交恶到最后 大陆说连ECPA我都不要了 那台湾的这些非资讯电子的产业 就无路可去了 就前途茫茫 所以我记得有一个大佬就说 他说RSEP签订之后 台湾的这些非资讯产业 要往哪里走呢 他说有两条路 一条路外移 一条路关门 他讲得这么悲惨 而这个悲惨呢 很可能还不是非常夸张 里面有几分事实 所以对台湾来说呢 我们要保持经济市场 现在只剩一条路了 就是你的半导体 还是称雄全世界 你的咨询电子业 还是有高度竞争力 而中华大陆 还是对你有非常大的需求 就是现在靠这个东西 在勉强在维生 那么这样的这个 靠这样一个知足在维生呢 的确不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 所以台湾经济成长 会有一天呢 会走向日本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末路呢 不无可能 这是第一个 第二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人口的这个副成长 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所以很多家庭都觉得 小孩不需要买房子了 将来我们的房子 就给他就好了 所以房地产的需求在减少 所以现在资深房地产 只剩一个因素 就是投机需求 而这投机需求呢 又是政府在保护 在鼓励的 所以如果有一天政府说 我不要再保护鼓励了 我将来要想法去 一直投机需求了 那这个需求就消失了 房价就会稳下来 那现在政府有没有在这样做呢 政府开始这样做了 你看到这个央行 四度打炒房 而且那个下手越来越强烈 而且听说就是 现在对法院正在修法 要修平均地权条例 还有对这个房地产经纪人的管理条例 这两个条例修理下去之后呢 里面有一项是我特别注意的 就是将来炒房要坐牢的 三年以下赌情 还有罚款 一百万到五千万 那这个手段下去是蛮厉害的 用红单来截取这些暴力 他这些炒房并是为了居住 那把它当作一个截取利益的工具 当然要处理 如果将来这些都放下去了 就是预售屋也不能转售 一手屋解约要经过申请 然后这个各种这个土地贷款 房屋贷款 它的贷款陈述都一直往下修 这个可能会对头期 会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如果政府再更狠心一点 就是把台湾的房地产税 拉到跟国际平均一样的话 那这个土地炒作就完全没有了 那到时候台湾的房价就会完全平稳 所以政府是听到老师的呼唤吗 老师有一直在讲说 应该要比照德国去修法说 就是炒房的人要去坐牢 对 我想这个好像是 资云银行有听到一点 但是我一直强调台湾是一个炒房王国 而这个炒房王国 基本上都是政府在带头 在帮助他们炒 而政府为什么带头帮他炒呢 因为这些人都是政府的大金主 这些政客要抢到选票 要养网军 就要靠这些人给他送钱来 而且要有钱送呢 他的先决条件就是 他炒房可以获利 所以这是一个共生的集团 这个共生集团呢 你说有一天说 他自己把自己手臂脚都砍掉 那是很难的事情了 所以我不太敢抱太高的期望 那像这一次央行第四度打方 我看到说三户以上 就是包含三户以上 他把降低那个贷款成数到四成 也降了一成而已 可是这样子一些投资客 会不会就是有比较警觉 他的成本会提高一点 但有很多投资客 投机客 他这个荷包太深了 你打不到他 不痛不痒 而且他可能想说 我就赚少一点就好了 房价当然跟任何东西都一样 他是供给跟需求决定 那供给方面我们先不要说 如果供给不变 那需求减少了 房价就会下降 那今天你说 这个房屋的这个成本呢 建屋成本不断提高 那表示就是供给在减少 那如果供给减少了 如果需求也减少 他也可以保持这个价格平稳 那现在就要看政府的政策 到底对这供求两方有什么影响 政府的政策基本上是在打需求 而需求里面呢 最主要打的就是投机炒作的 如果投机炒作的 假定可能可以打下去一半的话 那需求会减少很多 那需求减少很多 如果这个减少呢 跟供给的减少呢 是相当的 甚至还比它还要厉害的话 那房价就会平稳 甚至会下降 不管你的这个生产成本有多高 因为这个市场的这个供求呢 是不用你自己的这个内心的意愿来决定 所以如果是这个房屋的这个供给价格没有提高 但需求减少 那房价是一定会下降的 所以如果你要说他今天 这个房屋的这个供给价格没有改变 但是需求减少了 所以房价会更高 没有这个道理 所以房价如果他打到这个要害 能够让投资客呢 真的减少他的投资的这个动期 投资的行为的话 房价一定会降 可是就像老师说的 他只是少了一成 比过去第三度打房的时候 就是能够贷款的乘数 少了一成的话 其实对于就是比较大咖的投资客来讲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就要看修法 是不是能够早日通过实施 如果通过实施的话 他就会产生很大的这个杀伤力 尤其对于炒作要坐牢 我相信很多投资客 他可能会有戒心 可能要寄望立法院 但是立法委员也要选票 对啊 要选票也要清楚 所以我说要寄望立法院 台湾还有人寄望立法院吗 没有 2021年21月播出的全球震惊周报 是中天财经频道制作的节目 每周六日晚上六点呢 除了在中天电视之外 也会在这个中天财经频道 是同步播出的 那我们从11月开始 有个马开小教室的单元 都是把观众想要知道的答案 特地制作出来 放在中天财经频道里头播出 只有在这里才看得到哦 如果大家想要掌握 这个最新的讯息的话 可以到中天财经频道里头 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就能够收到最新最完整的资讯 老实在上这个路透啊 他就有讲到说 这个明年大多数主要的房地产市场 房价持续涨 涨势会有所减换 但是不会停止 而且随着利率的提高 这种前景只会让房子 变得更难以负担 所以老师认为明年 就是世界各国的 这个房地产的趋势是上涨 可是减缓 不会下降 这样子吗 首先我们讲这个大趋势 大趋势就是 全世界的资金 从美国量化宽松开始 就以倍数在扩增 我们一直在举一个例子 就是水上船高的例子 你这个水一直往上升 那水上的船呢 也会越来越高 今天这个房价股价 就是水上的船 所以如果有一天呢 这个水开始退了 它即使退的速度 还比较和缓 房价一样 跟股价一样 都会跟着掉下来 所以如果现在呢 联总会呢 它的这个缩减购债 进一步升息 在进一步缩表 而其他国家也都更进 像英国已经更进要升息了 在一边 让我解决一下 一个大秘密的原因是 我们看到公司的价格货款更加大 所以我看到它们下跌了很多 后期的价格上升了一个比较多 我们现在再回落 我们看到我们在俄网和英国和英国的线线 那我们看到很多欧洲的油管货源 上升了一段时间 全世界都开始 要把过去滥放的资金慢慢收回来的话 这个水位就会不断地往下降 全球的房价都会降下来 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事实 没有任何人力可以抗拒 但是他提到一点 倒是蛮值得注意的 那就是当资金开始减少的时候 利率升高 利率升高就会使得 你过去用低利率去买房的人 你会发现 你现在负担越来越重 最后负担不起 所以会有一大批逃命草 跑出来 房价就会有一次大跌 这个情况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所以他只不过是在讲 同样的事情而已 而这样的一个推断 连中央银行的总裁 他都指出来 他说我们这些打房子措施 不管怎么样 你们要注意一件事情 买房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利率开始升高了 你要掂量掂量你的荷包 看看能不能负担起更高的利率 必要的时候 本行会适时采取适当的调整货币政策 以达到法定制作 所以这个也是 就是要紧了 我们也要呼吁 就是说我们的房贷户 特别是首购族 因为首购族 基本上我们的首购族 都是比较年轻的 那这个他的一个财务的规划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做得太快的一个 对他来讲也是不好 就是说我们利率如果提高的时候 那么他在财务的规划上 他就必须要注意 我觉得他讲这个话 讲得很切实 而且很符合时宜 这是我们一直在担心的事情 就是有太多人在过去低利率时代 他太高估自己的这个付款能力 他买了他负担不起的房子 这个现象应该已经要改变了 因为我们刚讲就是 这个世界已经走完了 这个物价平稳的阶段 开始走向一个物价不断升高的阶段 而在物价不断升高的时候 没有国家会永远负利率的 利率一定会升到正利率 所以当通货膨胀率 到了5% 5% 6%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市场利率 绝对不是6% 他绝对要比他再高1%或者2% 所以你将来会面对 可能是7% 8%的这个利息利率 你能负担得起吗 这等于是你购房的利息的 可能五六倍以上 如果你买了太大的房子 寄了太多的贷款 你一定负担不起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们非常需要注意的事情 现在像联准会说 他应该会升息三码的话 就是 1.5了 顶多了 3码的话是 是0.75 应该是0.75到1 对 但我们台湾现在是1.125 所以当联准会如果升息到1 或者是0.75的时候 我们势必还要再这样 对 所以例如说他升三码 我们也会幅度差不多升三码吗 会是差不多这样吗 因为我们怕资金 万一都逃走的话 我们就往上升 那我们升三码的话 就快要2 所以快要2其实也还好吗 差不多快到两倍了 所以等于是手上有这些房贷的人 他自己可能要衡量一下 而且这个是起点 后续会怎么样还不知道 三码的升息 现在预算是预算了 在2022 那是很大的改变 在7月前 我们在2022年几乎一码的升息 所以老师我们可能要观察 1月2月3月 然后美国它的通膨的 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以 美国联准会的政策 来做一些观察 所以只要是它的通膨 美国通膨 如果还是持续这么高的时候 它就是会加大力道 所以它升息的幅度 有可能就不止3 所以我们就要更小心 我们应该这样说了 就是市场利率 永远不应该是负的 永远应该是正的 而如果通膨 持续在5%以上 那市场利率就不可能低于5% 那你看5%跟现在这个0.25 差多少吗 4 4 16 17 18 19 对 有这么高的升幅 而且它不可能说 等到5 6年之后才升 如果他们发现 通膨还是持续 永远5以上的话 可能也要升高到这个地方去了 可是这样它的整个经济 不是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它不见得能够负荷得了吗 市场的利率如果是零 就是不是负利率 那为什么负担不了呢 像美国之前就是 很快速的升息 然后造成这个次带风暴 可是难道他不会很担心 他这么快速的升息 有升那么多的话 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次带风暴不是升息造成的 升息是次带风暴的导火线 就是那个地雷已经埋在那里了 就在一升息之后就引爆了 就是他们那个时候 就是很容易轻易能够拿到贷款 对 所以造成是他只要一上升的时候 这些原本超贷的人 他已经没办法负贷 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情况 就是那些次贷的人 都是原来负担不起房子的人 但是因为利率实在太低了 所以他觉得他负担得起 等到利率一升高 升到两倍三倍四倍的时候 他发现他完全扑担不起 所以他就开始抛售 所以次贷风暴是这样出来的 而且这一群人 受伤太多了 因为他们的银行 根本就烂发贷款 任何人来只要买房子 他就发这贷款 所以他搞到 遍地都是这样的人 所以他爆发起来 威力才这么大 台湾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了 我们还没有说 遍地都是这种次贷的人 所以台湾的这个引爆的时候 不会那么严重 那这次呢 美国如果升级到 他跟上次不一样 就在于 他没有前面这个乱发贷款的 这件事情 他的银行什么都是 规规矩矩 在政府的规定之下 在做事情 他的这个信用的这个减合 都还蛮认真的 所以他的升级 绝对不会像前一次那样 发生那么大的影响 可是呢 因为上一次有这样的后果 太可怕了 所以今天大家都是这个背躬蛇影了 就看到一点点好像这样的气象就是 啊也会有这么大的后果 其实不会了 所以呢 他升级幅度加大的话 对于的冲击可能就只有股市跟房市吗 对 那对经济成长率而言不会有什么打击 股市房市如果崩盘的话 当然经济影响是很大的 可是这是一个必须要经过的渗透期 因为你把船这个拉到这么高的地方 你说不许它掉下来不可能的 那一掉下来当然 怎么市场都会惊慌 因为大家都买股票啊 房价掉下来还好 但是股价掉下来 那就会造成非常大的一段混乱时期 不过爆破了以后呢 再慢慢恢复 是绝对会回到平稳状态 也许还会再慢慢回到正常状态 可是如果你没有经过这样一次 这个爆破的话 你永远在那个虚幻的这个环境当中啊 所以我们现在要有很大的警觉 就是要怕会爆破 对 因为大家其实都很害怕 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厚的努力市场 我们现在看到有更坚强的货币 我们现在看到有更坚强的货币 所以我们必须要严重 我们在中期的货币 我们现在看到有更坚强的货币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更坚强的货币 现在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 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 它是非常重要的发展 老师那刚刚有聊到说 那个连英国央行都升息了 那全球通膨是加速的失控 那很多国家就会采取更激烈的 这个收缩货币还有升息的政策 那这个全球的2022的金融 或经济危机会升高吗 这个危机应该是 随着通膨的升高 每一天都在升高 现在倒是通膨不会引发危机 而是对抗通膨会引发危机 因为对抗通膨就是要把那个水放掉 那一放水 那个船就掉下来了 就怕掉下来之后呢 大家会惊慌失措 所以因为像英国这次的升息 也算是很突然 大家其实都还蛮讶异的 可是我看有一些 就是分析家在讲说 英国这么突然的升息 其实对于它的经济成长 或者是它在面对疫情 跟它的货币政策上的一些平衡 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他们甚至认为说 因为欧洲的经济成长并没有那么好 所以他们认为英国这样子的举措 其实对他们而言 长期来看是比较不利的 在别的国家都没有升息的时候 英国升息 它的后果就是 它不只是影响到 它是国内的这个 我们说投资啊 投机啊 它会让英镑会升值 因为资金会流进来 而在英镑升值上 又打击它的出口 所以它这样单独升息的 这个后果呢 其实多半是不太好的 所以台湾才打着安全牌 我们就美国升息 我们才跟在后面慢慢走 我们是为了要自保 我不是要抢资金进来 我是要不让资金流出去 所以台湾在这个很稳妥的作法之下呢 台湾的这个亲戚呢 也会比较安稳 因为我看这一次的这个我们央行理事会也是决定利率还是维持 不要不要做任何的调整 而且纵使我们就是未来美国升息之后 我们也跟着升息的话 我们的出口其实这次成长得非常好 有三成以上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通 就是出口的打击其实也不大嘛 就是会有一些打击 可是还是在我们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如果是美国升息 我们跟着升息 那台湾就没有这个升值的问题 所以对台湾的出口就没有任何不利影响 相对的在美国升息的时候呢 其实不要到美国升息 现在美国缩减购债 美元已经开始升了 美元升息表示台币扁了 所以对于出口反而是有利的 2021年21月播出的全球战经周报 是中天财经频道制作的节目 每周六日晚上六点呢 除了在中天电视之外 也会在这个中天财经频道是同步播出的 那我们从11月开始 有个马开小教室的单元 都是把观众想要知道的答案 特地制作出来 放在中天财经频道里头播出 只有在这里才看得到哦 如果大家想要掌握 这个最新的讯息的话 可以到中天财经频道里头 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就能够收到最新最完整的资讯 大家就有问到说美国会通膨 一部分是不是源于美国政府 对于中国商品客关税 那如果中国 就是美国对于中国商品客关税 这个部分能够取消的话 对于美国的通膨降低是有帮助的吗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在川普当初客关税的时候 美国有通膨吗 还没有对不对 他打中国的那个对抗 早在2020之前就开始了 2019 2018 为什么没有通膨啊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去想 就是如果他把对中国大陆的负赠关税 如果取消的话 美国的通膨的这个上升的速度会减缓 但是这个大概就是一次性的 就一次性的效果 可是因为他会这样子想 可能是会认为说 我对你与你进来的商品原本很廉价 我克了高关税之后 这个东西就变贵了 然后变成是造成我的通膨 那如果他把它降低的话 不是我需要的这些日用品价格就会降低 通膨不是就会下降了吗 对 但是他的影响是局部的 因为他从大陆 中国大陆进口的东西 并不是全部的东西 他客观税也是一部分的项目 对这一部分项目而言 可能会有这个稳定价格的效果 对啊 他客观税并不是所有的东西 只是部分的商品 而可能要看这个商品 它所占这个美国市场的比例有多少 对 所以他最主要通膨的原因 还是所谓缺贵 塞港 然后美中关系造成的供应链断裂 这些都是一个最主要的影响 加上那个长期因素 就是大陆的这个输出通缩 转变成输出通膨 所以那个其实影响是有限的 所以这也是因为拜登政府 他没有在这方面这么快速退让的原因吗 因为他觉得这个对于美国的这个冲击而言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吗 如果通膨越来越严重的话 他就觉得那个影响是够大了 所以他可能会增强他取消关税的这个动机 他想说加减可以 这个如果可以抑制一点的话 这或许是一个策略这样子 我想他会把这个当作是一个筹码 就跟中国大陆在谈判的筹码 如果你给我什么好处 我就给你什么好处 我就给你降多少关税 可能会这样做 他不会轻易就一下子丢给你了 所以他如果轻易丢给他的话 他的国内这些共和党的这些民众 就会说你又是寝宗吗 所以他把他当成筹码的这个企图性比较强 而不是说我可不可以降一些物价的效果 要看他对这个物价抗拒的能力有多强 不过目前他的抗拒能力好像越来越弱了 因为他的民调越来越低 很有观众很关心 就是中国人民银行最近是对这个美元存款升息 那这样政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他是对美元的存款的准备率提高 他从2004年开始就规定就是 他如果银行要收美元这个外汇当存款的话 他需要保留一部分的准备金 刚开始是4% 然后十几年都没动 然后今年就开始动 而且越动越大 从5%升到7% 现在要升到9% 他不断调高的意思就是说 他希望这个市场里面 美元这项外汇 它的流动会变慢 会减少 让美元显得比较紧缺 所以目的是我来要贬低人民币 要人民贬值 而他效果也出来了 也达到目的了 人民币对美元就从最高的那个点 开始一直下降 所以他要让人民币能够往下扁的 最主要是要帮助自己的出口吗 对 但是当然相对的就是对物价是不利的 因为他进口会变贵 不还好他对美国进口不多 因为我看他是 就是对于美国就是严重的初超 对 就是美国对这一点其实一直 从川普时代就一直觉得很反对 所以他这样子的话就会造成初超更严重不是吗 对 但是他现在的问题就是 他整个经济已经失掉动力了 所以出口算是最后的一个稻草了 所以他变成是说这样子的话会造成人民币的贬值 然后对他的出口会更强劲 然后由出口来抑注他的经济成长率 对 因为出口占他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大概20% 所以他如果30%的房地产垮了 30%的制造业也垮了 就剩这个东西再撑他了 所以他单纯的目的就是这个样子而已吗 对 因为人民币现在升得太快了 升得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出口表现太好 因为全世界现在那些国家都一个都停滞的时候 就他不断在出口 所以他的出口就非常的强劲 出口强劲当然就是大量的外汇 因为他出超这么严重 大量外汇就流进来了 流进来之后 这个就会使得他的这个外汇贬值 人民币就升值了 所以呢这样子外汇的资金流进来的话 他就是假设美元流进来这么多 所以我的存款的准备率就要更高 更高就让你在市面上的这个 这流动的这个美元就会减少 可是他的出口这么强 他不可能会减少 还是会一直进来 对就是因为一直进来 所以我要一直把你的流动性降低 让你在市场上能够运用的部分 不会增加太快 他主要就是为了要压制人民币 对美元的汇率 就是有个观众说要请问教授 就是升息房价会跌 那么盖房子的材料 是不是也会跟着跌 其实盖房子的材料 它的价格也是供给需求决定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现在供给没有改变 那大家对房子的需求减少 对房子需求减少 它就不需要这么多的建材 所以建材价格就会下跌 可是如果升息的幅度很小 然后房子的需求还是这么旺的时候 就是所以它的材料并不会跟着跌 它完全就决定就是 到底升息之后对房子的需求 是有多大变化 原来像我说的 这个房子就像这个水面上的这个船一样 跌下来了 跌下之后我当然不要盖新船了 所以我就不需要这么多的这个木材 所以木材价格就跌了 老师那影响这个原料的这个因素 就是盖房子原料的因素 会不会如果假设我们供给跟需求 是一样的时候 那材料的价格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会因为 例如说塞港缺贵 然后供应链的这些问题 它其实还是会越来越高 然后又会造成这个房价更高 不是 那个就叫做建材的供给减少了 因为建材的供给减少有两个意义 一个意义就是它的量减少 一个意义就是它的价提高 这都叫供给减少 所以需求不变 供给减少 当然价值高了 那现在如果供给减少 但需求下降的更快 它价值跌了 所以我们其实就像经济学上面说的 就是价格通常都是因为供需 然后造成的一个结果 对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中天全球震惊周报的小林 那今天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个消息 就是每周日晚间六点 那知名经济学家马凯教授来上我们的节目 为大家解析全世界的总体经济趋势 但是也因为它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 没想到有人呢 就到用马凯教授的照片 在LINE的里头 开了名叫做马凯线上课堂家 这样子的社群 那里头呢 竟然在分析台股的一些个股的走势 那这个消息马凯教授知道之后呢 是相当的压抑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LINE上面开过课 所以有任何人用我的名义来开课 那是一种欺骗行为 那是对我的污蔑 也是对观众的一种诈骗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唾弃这样的行为 应该完全不要受它的诱惑 应该只要有机会就加以谴责 那马凯教授在8月16号下午的一点多 也正式到台北市内湖分局报案了 2021年21月播出的全球震惊周报 是中天财经频道制作的节目 每周六日晚上六点呢 除了在中天电视之外 也会在这个中天财经频道是同步播出的 那我们从11月开始 有个马凯小教室的单元 都是把观众想要知道的答案 特地制作出来 放在中天财经频道里头播出 只有在这里才看得到哦 如果大家想要掌握这个最新的讯息的话 可以到中天财经频道里头 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就能够收到最新最完整的资讯 台湾如果不拿定度这个一二月的这个情况 作为一个云建的话 我觉得台湾真的需要担心 因为现在新店这么短缺 而他的工资也可能不是很高 甚至更低 市场也许还够大 也许台湾就到那边去 不过我个人是倾向于就是 从今年到明年 发生通膨的压力是不断地在增大 知名经济学家马凯教授在中天 美国十年级工程 他的职业上升的时候 最先倒霉的就是一些科技股 美国的印太战略 其实它越来越明显告诉你 我就是要取代一带一路 风险高了就尽量不要碰它 比如说房市风险很高 股市风险很高 你尽量不要碰它 他们说这次激增的这个立场 看起来有很明显的 拜登的这个色彩 掌握全球脉动 世界总体经济趋势 国际区域情势变化 我是马凯 我在全球正经周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